依照习俗大年初五是商家选择过年后正式开张的好日子 很多业者和商家已经开工开市 今年过年连续假期有九天 尽管也有很多店家和政府机关一样 休息到下周一才开始营业 但是黄历上写着 今天适合动土交易和开市的好日子 所以一早大街小巷就已经传来开市营春的人潮声 敲锣打鼓热闹非凡 详诗县内大吉大力好彩头 初五开工开市营财神 台北市长郝龙斌穿着大红外套 出席光华商圈开市活动 现场还发出了102个红包 住民众小农年开春大吉 除了初五是开工采购 另外也是情人节 而且今天还是财神爷的生日 所以我相信这么好的一个日子来 我们在这里一起祈福 一起祝福 翻开黄历 14号正月初五 移动土开市跟交易 很多商家选在今天拜拜 祈求新的一年平安顺利 而传统市场虽然明天初六才开市 冰江市场的商贩 今天已经先开始营业 今天就是第一天营业 那为什么要选在今天 今天开市的日子是最好 对啊 所以我们就赶快今天营业 就买小孩子喜欢吃鸡子啊水果那些 东西比较便宜一点 我们来到这里买一些果物 和鱼 和鱼 我喜欢鱼 大年初五除了祭拜财神爷 民间还有打扫房屋跟吃水饺等习俗 很多店家选在这一天开张做生意 也代表年假快放完了 要准备恢复正常生活 新唐乐有地电视 曾经家无博宣 他们台北报导